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回到六月的枯进天下市 也是一个新试试之后的第一次见面 在这里先跟大家讲讲这个星期出家节目 首先就是在这个星期有与六四有关的活动 所以我们固平台也有举办六四事件三十五周年 回顾与前瞻这个活动 在6月2日举办,重温连结 大家可以在这个萤幕的部分看到 有三位嘉宾,有程翔先生就是资深传媒一 麦凯华先生就是前支联会卓委 以及林兆斌先生就是海外六四活动 也都是前驅二月 主持也是外界钟sir、钟建华博士 然后就有另一个文章就是 英国对华政策一保守党 我就去分析保守党 过往十几年以来的执政 对华政策的面向 好了,新尝试的枯障天下事 当然在这个星期 大家都一定不会忘记 也都不敢忘记 过往几年都用不同的形式 去到悼念六四有关的一些活动 比如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们都有参与过论坛 也都我们透过一些可能陆像 在不同的英国 就是在英国城市播出 去到香港洋画 甚至当地的日 去到继续关注六四这一件事 当然今年我就试了一些新东西 龚sir都是外体的 我以为Benson Benson你是多材多艺 以为你除了国际关系之外 来年各自知道你能观声掌 混字一算就知道很多东西 原来最近粉纳登场 连戏都做了 我早两天就有幸去到维图 看了那出舞台剧 5月35日 这部剧当年在香港拿了奖 拿了几个奖 还可以在香港上映 但是2019年之后 大家知道了 没问题再做了 现在慢慢去到海外 制作团队也有部分人去了海外 终于 去年还是今年年初 去年应该在台湾做了一个普通话版 今天真的很高兴 这几天在英国第一次英语版上映 我也去看了 一方面我也看过一次视频版 这次当然要去看了 第二去主持那个talk show 是 是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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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知道 我从制作团队的负责人 李明慧也知道 三位主角其实都是英国人 虽然他们都是讲话语 但是他们都选择最后选择 都是不用自己的名字 在那些演员那里 Banson整个团队里面 其中一些 你可以说只是做最后的角色 但是很重要的角色 那些都没有对白了 但是仍然有人做一下做一下 都决定不做 那我们看到这些宣传的片段 就有部分群戏的时候 有部分都要遮住个样子 所以这个也都趁这个机会 都可以和香港朋友说 不要以为我们过来英国 就可以事无忌惮 也可以毫无代价地 去为香港人发声 有些人以前我们在这个节目讨论过 有些人就说 你们去到外国 可以说风凉说话 就是整天看到讨论香港事 关于什么事 就是说这些说话 其实我们每个人去做这些事 都要承担一些外价 就是我们可以假的活动 很多不出声的参与者 都说他们不想出镜 不要被人拍照 就是中共那种恐怖政治 其实是无缘忽戒 所以你知道 这次这个很好说明 就是三位主要演员 都是英国人 都决定不说 好了 不要致 就是不要致 另外一部分演员 都要走人 可想而知 我们不是说 在英国 在外国 不是说 好像很多人想象中 那么自由自在 再加上 我们继续都是希望 传递香港人的声音 或者继续就着我们的 认知和良知 去说一些 香港人应该说的话的时候 其实同样都是面对不同的压力的 不过当然了 在香港 我们明白困难这么大 有人刚刚判了有罪 是吧? 我们都很清楚的 所以对于Benson 这次勇敢地粉蜜登场 实际是相当敬佩 不要这么说 真的不要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 譬如我们都经历过 可能2014年 我们经历过2019年 或者不要说这么远 经历过1989年 当年 就是在六四 我作为一个预科生 那时候 刚刚打算钢钢钢 然后 其实我记忆 你问我其实都挺含糊的 可能能击击到一两幕 我还可以在里面找到的记忆 我只是觉得我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作为一个人 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的事情 你说有没有考虑风险 有时我觉得想太多的话 什么都做不到 我倒不如不要想 我不是说无事 甚至是轻视这种所谓的风险 但是我只能够在平日常生活方面 我尽量不会披露一些和我工作没有关系的信息 尽量小心一点 但是 如果你说每个都害怕 每个都不参与 那你其实这就是政权想见到的事情 就是每个都害怕 每个都不说 每个都不做 当没有事发生过 我不想因为这种做法 是更容易这个政权继续作乐下去 所以我觉得我参与本身 不是因为我喜欢演戏 我觉得我要被人看到 我做这场 我其实 甚至可以这么说 有些人进来 看到有个人很像我 然后做完了 然后我上去找一些朋友 说 是 那个是我 我第一件事 我不会专专跟人说 我做这个剧 除了有些比较熟 我也会说 但是平常处理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 我会很小心 我觉得 第一 第一 我是知道那个恐惧的存在 第二 我会是用方法去减低风险 第三 不会因为这一件事不参与 所以我觉得 会不会我这个处理方法 是作为很多香港人 在现在未来 去参与英国的一些社区活动 一些甚至是 跟香港人有关活动的时候 大家可以考的地方呢 都是的 我们都明白 很多人各有各顾虑 刚才说到 那三位演员 他们本身是英国人 但是他们 他们不敢肯定自己 会不会 有机会路径香港的 是吧 也可能恐怕 最近英国也有香港间谍 怎么知道会不会有 被人被间谍搞 我想这些一类是有人有的 但是起码 某种程度上 可以保存自己的自由 都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 所以我也觉得 不要辜负这个自由 第二 是要很小心的 最近网上那些其他议题的争议 城寨争议 我说过一些东西 竟然有一些粮粉 在网上暗示 叫国安警监视了家人 这样的行为 也有的 有些人很卑劣 他们是支持民主的人 说自己 有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也要相当小心 刚才Benson说到 八九六年六四事件 那时候Benson 年轻过我很多 还有余柯生 我那时候已经做社工 做了几年社工 我很记得 我来说印象很深刻 很多时候的画面 都会在老海闪过的 因为我记得那几个月 我是日以计夜 日以计日 追踪商家商品 那时候看着CNN 每个人都打开电视机 听着这场报道 这件事的发展 牵动着我们的心情 牵动了几个月 到最后悲剧收场 每个人都很难过 所以我觉得 对于我们那个代人来说 很多对六四事件 是一种 就是 很不生的 是一种承担 所以对于三十多年后 三十五年后 不觉不觉 你看到 相关的政权 还是继续无恶不作 是吧 它甚至将这些无恶不作 延伸到香港 比以前所作的恶更恶 甚至想将它的意志 施加于国际社会 但是英国竟然找有香港间谍搞 来看英国的香港人 这个正确说明了 有些事情是不能宽恕的 也不能弹忘的 所以透过Benson 有份参与这个话剧 用另一种形式 或者甚至很突破 用了一种国际语言 可以从而令更多人感受到 那个剧本身的故事 后面包含着的很多真人真事 我觉得这个相当之重要 而是剧的效果 我那天看完第一场首映 我觉得相当之好 比想象中好 初初以为用英语 会产生某种心理上的隔阂 但实际上不是 我看到有些人看得到哭 我旁边一位是一位 年纪很大的白人女士 她都看得到握着拳头 我看着她 所以我觉得套剧是 很值得我们重视 也希望她能够有机会再做下去 而希望也这么说 对于六四事件的记忆 我们希望用各种方式 继续延伸 就算在香港维园去不了 不可以怎么触干 今年就有三四事件 更加多人不敢做事 未曾做事就已经逮捕了 但是我们就将这种 触干延伸到全世界 我觉得这个也是 就算需要小心一点 我希望很多香港人 继续支持 在外地的香港人继续做这些事情 我想通常说到就是说 很多香港朋友 未去到六四都已经被人架 就是正正在整个剧里面 少少剧头 好了 尾以说 就是说小林和阿大 他们准备出去天安门 突然间就有一个神秘人进来 就是说 国家请你去旅行 其实这个剧里面发生的情节 正正就是可能现在看着这个节目的朋友 他们现在没有合作 你不要出去这几天 乖乖走那几天 你出去的话 有很多人招呼你 很简单 昨天大家看到在太子站 很多朋友封存一张 一大班警察站在那里 不知道做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迎接风暴的来临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香港在打风 所以正如刚才所说 我也有一些担心 其实一开始 譬如我们五月排剧 通常每个星期六 我们都会用差不多四个小时 去做几天的事情 排位 第二个就是排位 所以你看到我现在的声音 都是很大L 第三个就是排步 因为我们会走出来 我们不是走出来 就是飘出来 不要小看短短 其实那一段可能加上 都是两分多钟 我们是要花很多时间 而且因为我们各自 每个参与的演员本身 都有不同的工作 我说实在说 我们差不多是去到演的那一天 才能入齊 真的做过一次 但是我都很佩服我们的团队里面 不同的成员 那我们学得很快 我们又很快跟到步伐 也都做到导演的要求 甚至其实我们去到出场正式 on stage 的时候 才能跟进所有的事情 甚至可能做到第一、二场 我们都有一些微调的一些步伐 但是我们都看到我们都能够去 去参与 我们可以跟进到 我们改的东西 不会觉得好 那些东西改来改去 觉得很缘 因为可能我以前做过 话剧都明白就是说 我们不像做日常工作的事情 我们定死了 我们死都不改 不会的 其实我们真的会 根据实际的情况 或者甚至觉得 想做得更加好的效果 可能某些位置会多叫几秒 某些会走得更慢 甚至你不要说 如果有些朋友有看过 那我们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确保 不会说出来的时候 会碰到一个partner 碰到其他演员 所以 虽然短短的两分其中 但是实际上 我们希望整个剧 能够做到最好的效果 如果是说的 我们真是迫生迫命去做 那另一件事 钟长才说到 就是那个语言障碍 那我也会有点担心 因为会不会用英文做 第一 我其实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这件事 是三十五年前 在同一个 似乎跟英国 没关很远的国度 中国发生的 那会不会 这些人觉得 对这个剧没有兴趣 对这个题材没有兴趣 但是在昨晚分享会 其实有一个本地观众 因为昨天我们一做完 其实晚上一做完 基本上做完的分享 就要走 因为其实够钟就要清场 那他就说 其实这件事 不是中国人的事 或者甚至不是香港人的事 其实是全世界的事 其实这件事就是 正正一个画期 可以打破一个历史 国度 时间的隔膜 或者预言隔膜 搞定了四重隔膜 你说其实 不要看少一个剧 它用什么语言 它是关不关于国家事 它是不是一件很久之前发生的事 其实是可以真的 打破所有这些隔膜 令到在床人 不单止在认知上面 知道三十五年前 发生什么事 而比他更加知道 就是说这件事 但是本身背后那种很沉厚的情感 背后 为什么这件事仍然会继续提 为什么这件事不是一个外式 其实是一个现在式 就是一个这样的道理 其实是的 我那个时候看这场 就是第一场 就是有成六成是 我想起码有少了一半 超过一半 是外国人来的 就是白人 最主要是白人 就是英国本土人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是听到周围有人哭 是 是 那些观众 事后在结束之后 也大过去留下 听那个报道的 那就是说 大家都很认真地看这件事 而我们走的时候 是有一些外国朋友 走过来 就是跟他们说 多谢他们 他们觉得这个话剧很移动 其实这个话剧 是移动 就是 就是 Benson 台上一分钟 就做了 咬到声音都已经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这件事呢 其实确实就不是一个 在中国 北京 这个地方 35年前 北京春夏之交 这个定点 定时 是不断扩散延伸 去到今天 同样的邪恶 已经去到世界各地 这个是很清楚的 如果不是 就不用一部话剧 都要有些演员 要不敢用真名 那么多人 要出席普通的一个广座 和政治无关的广座 都会要求你不要拍我的外表 这个显然是一种邪恶力量的不断壮大和延伸 所以纪念六四 就不是单纪纪念 35年前 在北京春夏之交 发生了一件事 而是说 要记取这个教训 要警戒这种邪恶 要我们知道 就是这件事 能够有机会表达 是其实是在显示着 我们对邪恶不妥协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很感觉到 就是在海外 其实虽然维园没有烛光 在海外呢 就这两天 今天6月1号 这两天呢 在英国很多的省 都有不同的六四纪念活动 在伦敦 古自然有 甚至一些香港人比较多的省 譬如赫菲尔 Badding Bredding Manchester 都有活动这几天 接着在加拿大 你看到有活动 美国有活动 澳洲有活动 所以我觉得 就是 无论是身处香港的香港人 或者说在海外的香港人 都不要气馁 他要继续有 刚才Badding说的那种精神 就是说 就算喊到声嘶力竭 就算只是做一个 相对支援性的角色都好 我们都不要介意去 将这种警觉 不断地去 呼唤 希望我们能够对 无处不在 而且是 越来越 事无忌大的邪恶 保持一种戒具之心 我想刚才钟sir说到就是说 究竟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好像我或者钟sir 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可能在今年的六四 出年六四 后年六四 我真的能够这么说 就是等于这个剧里面 说到就是说 其实两个八十多岁 已经差不多去到人生 没断的男人 他只不过想悼念他的儿子 而他可以做的事 可以能力做多的事 尽量去做 其实已经是足够了 甚至可能同一个精神 无论是英国 或者香港 很多朋友 在看这个节目 其实都是一种支持 或者甚至可能 他不会怕就是说 看这个节目 会不会有事 有些朋友 其实香港都会有一种 很无形的一种压力 那种不可抗疫因素 就是不要说 这个社交媒体 就是会不会 就算你说 我其实这个帖子 是给自己 几个朋友看的 那会不会被人截图 跟着有麻烦 有各种不同的恐惧 你问我 我会说 或者可以这么说 因为从一个学术角度 其实 你地下法都是一种 继续让这个运动 能够继续悼念 纪念一个很重要的步伐 就是我觉得 我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不能够用一个正常的方式 去做一件正常的事 那你用一个非正常的方式 或者说法 是一个继续延续 特别像一个可能在香港 或者在中国 我都很相信 在中国其实 也有一些朋友正在做 只不过就是说 我们未必会知道 或者未必 媒体报道到 但是我相信 有人会在做 一种悼念的事 可能我说到 天安门母亲 一些行传的一些生患者 他们的家属 那我不相信 他们因为那35年 政权的打压 是完全全放弃 去到追求真的 公议这件事 那第二件事 你问我就是说 艺术本身都是一个 很重要的形式 去到令人去记忆 悼念这个事件 除了我们有可能一些 比如说香港就是 会集会 可能以前我们很远 会放风針 很简单 就算你说 近年六四那段时间 你可能做一件好事的事 那威力也是很大 很多人会招呼你 那当然我不是说 期望大家被人招呼 在看这个节目 但是 可能你会不会6月4月 你穿黑色衣服 都会有麻烦 那其实有很多很多人 但是如果大家会想到 就是 其实如果突然间 6月4日 突然间你整个城市 骗着霧星 突然间很静默 都是一种表态 都是一种 我不会 就是很简单 可能大家知道 其实6月初 违远早早 被一些亲北京团体搞活动 我相信你作为一个人 你不会进去真的帮親 真的去到分析太平话 那其实你已经做到事了 你不要看着你自己 我不一定要做一些很轮轮烈烈的事 不要做一些会令自己有风险的事 但是 你心态上 你不妥协 你继续坚持的话 其实已经做了事了 不要太觉得很罪咎 就是说 我好像做不到事了 我好像什么都做不到 不要被这种政权 就是想你就是说 我做不到事了 我什么都做不到 我记得那天 你都去到海外了 那些人都去到海外了 我记得那天 我记得那天 第一场 之后 我问一下 来到职席的何晓晶教授 我说 故事是关于一个老年夫妇 一个母亲 你担不担心 随着 那些母亲 慢慢年纪老了 有些过世了 在内部的声音越来越弱了 那时候 我就想回 这个真的不用担心 真的不用担心 就是 我们看到很多人 现在在海外 为何维园竹竿竿竿地开花 正是很多人会 35年后 仍然都坚持不放弃 是吧 而且 就算离散也好 这些离散的竹竿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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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竿 第二 我刚刚知道 朱耀明牧师 在加拿大有个演讲 他说这句话 也真的是事实 他说现在一个资讯世代 事实怎会被谎言掩蓋 怎可能被这些谎言抹去 谎言说了一千次 仍然都是谎言 这个正是很重要 就是今时今日 你可以令到香港人 连星期六月四日出维园 都可能害怕 有位朋友 在网上朋友说 他说他早两天 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 走出街 他说得怎样 被一只狗 用一些很恐怖的眼光 打量了他一队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 现在政局就是做这些事情 未来两天 在维园 太子 或者其他地方 一定会遍地 都是这些警察 但是 那又怎样呢 那又怎样呢 你可能不可以不考虑安全问题 但是 你不进去维园 跟他疯 不呼应这个政府 已经是一种很重要的回应 所以我觉得 六四事件 是一件 三十五年前 在某时某地发生过事 但是这件事 今时今日 已经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历史教训 亦是一个现实的危机 我觉得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的范围之内 做我们应该可以做的事 做到的事 都是有意义的 那我很相信这一点 而在这个时候 就是当这个相关的政权 还是不断文猕作戴的时候 我们更加不可以松懈 更加不是一个 所谓的瑤树 和宽树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 我们不是要报仇 但是要记住 要记住这种邪恶 要记住这种邪恶 延伸到今天 以什么方式 继续在我们周围 是希望和意图 去扭曲我们 继续对它有警惕 继续对这种邪恶的力量 进行这个抵抗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 自己都可以因应着自己的环境 和自己的处境 是总可以做些事情 我经常都说这句 你可能在很多威嚇之下 你讲不了真话 但是你起码可以 不要跟它一起讲大话 就是阿比恩神说 不要跟它瘋 不要跟它瘋 就是这个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我也相信 很多香港有良子的朋友 都一定会做到 当然也希望大家这段时间 小心一点 也都不会因为这种威嚇 而消磨大家的意志 现在大家都会觉得 如果你去到六四 其实是第一个測試 接着六月 六一二七二一八三一 这些日子 其实一定会做事的 所以其实 如果六月四日 当是第一次考试 接着下来的日子 我觉得香港人 或者甚至香港人 会继续就着政权 在过去的岁月 对我们做过一些商务的事 我们继续用不同的形式 去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 或者甚至我们会参与相关的活动 无论是做一些嘉宾 或者做一些分享 或者各方面 或者甚至一个普通的参与者 都会继续支持下去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究竟是哪两位主持 我先买个班子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星期再见